號稱 現在在立法院外面圍的人弱 圍的人越來越多了 這麼多的人 現在號稱還是超過五千人 應該會給什麼 應該會給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很大的壓力 要去把這個法案給阻擋掉 可是今天跟他講的 今天我們看到民進黨 反而是不快不慢不緊不髒 在這個地方慢慢的拖 結果最重要的一個非常重要的 藐視國會案 第25條竟然通過了 我覺得民進黨今天真的是有點 表不贏也打不動 表不贏打不動 早上的時候其實外面的人不多 我剛剛過來的時候 現場可能有一兩千人 剛剛雨下很大其實人算不少 就下半的時候人的確很多 但問題是說 你現在的狀況來講 這些人給 我覺得他第一個給內部的壓力不夠 他們現在有一個說法說 因為今天很多外賓來立法院 打架不好看 但實際上就是打不動 一鼓作氣 你上一次就打輸了嘛 你第二次的時候 你怎麼這樣狀況再打一次 你黨不是很會打架 怎麼會打不過呢 我覺得皮鞋穿久了 換草鞋換不過來 林非凡都已經去當郡總統府了 你能夠再重現太陽花嗎 不行嗎 你有困難嗎 就整個時空環境不一樣了 你現在是執政者的時候 你再把一切都怪罪給在野黨 這個我覺得那個氛圍上面 你沒有幫他引起社會普遍的共鳴 所以今天的狀況 民進黨在立法院的狀況 其實就是拖 他今天也沒有打過 都沒有打 本來以為外界壓力會很大 所以民黨會奮力表演 實際上的狀況是沒有 的確是完全沒有那樣的企圖 沈柏洋都弄了一個頭套了 問題是 你那都是在外面 基本上都是同溫層嘛 今天你看現場 今天直播最多是誰 還是黃國昌啊 線上直播隨便隨便一兩萬人 在立法院裡面抓一個立委燈 在那邊對著議場直播 這樣就一兩萬人 你民黨外面的人氣再怎麼樣 真的有比他好嗎 所以民進黨我覺得 第一個社會在集結的力量 我覺得並沒有起來 同溫層裡面有 然後其他的 其實並沒有起來 所以說你說完全 衝突那個正當性跟氛圍 我覺得並沒有 那今年又因為 可是賴欣德總統不是講說 會叫尊重程序正義嗎 國民黨很簡單嘛 你們過去八年程序 都長成這樣啊 為什麼到我就不正義 所以他們就完全複製 過去八年民進黨那一套 在現在這個地方做 他們同樣的 雙方都面對自己的支持者 自己的同溫層的時候 沒有一方會覺得有任何的問題 你民黨的訴求 其實也沒有擴散出去 國民黨的訴求也沒有擴散出去 但是我的支持者支持我 我的支持者希望我認真打 我認真表現 這件事情上面 完全就不會有任何新聞 那可是今天通過了藐視國會 有很嚴重嗎 他今天主要是針對官員 還沒有討論到一般民間的那一塊 但是基本上就是你做偽政 或者說你今天反質詢 你拒答這些東西 但他也不是說你當場有這個事情的時候 就直接判 而是說他叫主席去制止你說 你現在是反質詢 你現在你現在必須要回答這問題 你不做 再經過立法院 就要報立法院院會同意過半 然後如果 如果院會通過就是2萬到20萬 如果說 如果說你不服 就是法院去裁決說 你到底有沒有表示國會錯 請問鄉英保 今天在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為了立法院的直權行事法 要不要在立法院增加了 所謂的調查權 甚至總統有沒有國情諮問的義務 在吵的立法委員只好把自己的動作 越加越猛 可是問題來了 這個中間的爭解到底什麼 現在民進黨一再指責 這是黑箱作業 但是我們看到了華國昌 看到了國民黨派講 這些方案 我們早就在立法院的這個網站上 都已經公佈了 而你去上立法院的網站上面 的確有28個版本 但問題是 這28個版本 並沒有在委員會有好的討論 也沒有經過非常仔細的整合 等於是在委員會裡面 你只要有爭議 只要有不同意見 全部受院會表決 而這裡面有很多的條文 南緣北策互相矛盾 比如說 像藐視國會一個非常大的爭議是 這個藐視國會 到底急不急於一般的人 如果一般的民眾 到了立法院去做聽證的時候 或是做報告的時候 如果被認為他的報告不實的話 他是要受到了刑罰 還是罰人 這中間完全不同 可是我們看到了 最後整合出了一個版本 也就是禮拜五 是根據什麼 根據黃國昌跟國民黨的 最後整合版本 那這個問題就大了 現在如果我今天 最後整合的版本 是按照這個版本來投票 按照這個版本來表決 那問題是 當時所有在場的立法委員 你對這個版本清楚嗎 對於最後整合的結果 如果包括我們剛剛講的聽證權 調查權 你的範圍到什麼程度 這中間有好好的討論嗎 如果沒有辦法好好的討論 現在有人開玩笑說 當天可能只有 富崑奇跟黃國昌 兩個人知道 可是我們在一直追究下去的話 更可怕的是 搞不好富崑奇什麼都不知道 搞了半天 最了解這個法案的 只有黃國昌 如果一個關乎中華民國 這麼重要的法案 最後一個人一告 一個人認告 一個人決定的話 那這個國家是不是太可怕了呢 好 我們今天請到兩邊 兩邊的大方首位的 財經專家 黃磯松 大家好 好 這是梅島 鄧鮑 董事長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 資深不提的趙宇軒 好 好 第三位是 資深不提的呂玉峰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 資深不提的蔡豪茲 大家好 好 第六位是 財經專家 呂國昌 大家好 好 剛才講的 上禮拜五打成一團可怕的事 我覺得明天一定更可怕 因為上禮拜五還是在立法院裡面 對 後來開始 民進黨的支持者 綠色開始落狼來 落狼來了以後 明天更是有很多人在外面包圍 在包圍的狀況下 一定會讓這個情緒更高漲 好 更高漲的狀況下 其實要問一個問題 怎麼會打成這個樣子 怎麼會鬧成這個樣子 對 到底這個法案是怎麼弄出來的 還有現在 剛剛講的是黑箱 那國民黨講 我沒有黑箱 我早就已經公布了 但是問題是 你最終的版本 難道是真的按照黃國昌 那個最高機密的版本嗎 而這個最高機密的版本 真的是開會的那天 才送進立法院嗎 高姐 我們現在看到 上禮拜五的國會大亂鬥之後 人家引來這樣 在當天晚上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民眾聚集在外面 準備說什麼 這個太陽花再第二次的感覺 那我跟他講 明天521來說的話 恐怕這個局面只會更加激烈 更嚴重 為什麼 今天賴清德他講了什麼 他說立法院要遵守什麼 立法的這個程序正義 所以他點出程序正義的問題 等一下你說 今天賴清德已經很明顯的 站在民進黨立法委員這邊 而且賴清德已經開火了 對 所以程序正義 他們把這個程序正義 列為一個重要的這個指標號 那到底有沒有程序正義 所以你說他是總統 他也是黨主席 對 他已經開綠燈了 叫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提槍快跑前進了 那為什麼程序正義 到底問題在什麼地方呢 因為那一天晚上幫我們表決的任何的 這個所謂的國會職權擴張的這個法案裡面來說 而且實際上很多委員都說 他們當天晚上7點才拿到知道 我們要表決什麼 他們表決什麼 根本有的都連看都還沒看 就開始在那邊表決 所以他們事實上 他們連要表決的條文內容是什麼 他們完全都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對 那不是講說前天晚上都已經公告 都已經在立法院的網站上面 你要表決什麼有28個版本 對 那為什麼會被人家討論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最後公布的 最後通過這個版本 人家現在才解決說 原來是黃國昌跟翁曉靈 他們前一天論稿之後 最後送到這個大院去表決的 也就是說其實當然不太清楚 具體的內容是什麼 也就是之前雖然有28個版本 28個版本剛剛講的 這個內容都有彼此的矛盾 有彼此的底數的 照理講說 你有不同的意見 不同的底數 你應該在委員會的時候 也就是在內政委員會 各種不同黨派的人 你要在這邊好的協商 你要在這邊溝通 甚至你要在這邊吵架 你要在這裡面辯論 辯論出一個好的版本 你要出去 如果當然你有不同政見 不同意見的人 你當然可以表達不同意見 這個時候你就要進到了 立法院的朝野協商 就發現很多的程序全部跳過去 對 才搞得現在雞飛狗跳 對 好 事實上正常 這個國會改革法案來說的話 應該是在委員會裡面大家討論 在在討論的過程裡面 因為民進黨一直反對 反對 Bagger Bagger 所以國民黨的做法是說 那我們就送到大會 送到大會 所以事實上在程序委員會 在程序委員會裡面 並沒有經過明顯的討論 好 那28個都送過去 照理程序是28個裡面來說 如果假設最後要表決 你要表決出一個最終的版本 我們要投誰 投劉寶傑的版本 或是投黃之聰的版本 要有一個版本 問題是28個都過來 28個都過來之後 你要表決哪一個 我怎麼表決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28個裡面來說 很多法案來說 提出來是不太一樣的 譬如說這一次爭議比較大 就是國會的所謂的 我叫你來這個國會 做個庭證 藐視國會 對 藐視國會 藐視國會來說的話 到底你職權 你藐視你要處罰的對象 是僅此於官員 還是你只有法人也可以處罰 還是民眾也可以處罰 這個每一個人的版本 並不太一樣 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藐視國會之後 你到底是罰款 還是坐牢 這個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所以就是這麼多28個版本 你沒有整合出一個版本的時候 那你表決在表決什麼 我們就講 而且問題是你在藐視國會的時候 你要求別人提出資料 那這個提出資料有沒有邊界 你可以教人家提出記憶資料嗎 還是你可以提出一些我公開的資料 你的資料能夠要到什麼程度 這個中間的爭議就非常大了 裡面還有幾個人是牽扯到說 如果法院已經有把這個資料調走 那你怎麼辦 有人就說要拿過來 有人就說要說明原因 所以大家都完全不一樣的這個版本 結果我們就這樣講 原本有28個版本 要送到這個大院來表決 結果最後表決的可能都不一樣 不是28版本 是最後黃國昌跟傅崑奇 最後一個版本就出來 所以人家才會開玩笑講說 原來最後的版本 這個黑箱裡面 對 只有傅崑奇跟黃國昌 兩個人知道 對 他就這樣出來 出來之後就最後這個版本 就沒想到就表決這個版本 那最後這個版本 現在大家都說 搞不好連傅崑奇都不知道 因為黃國昌 他前幾天接受直播 他還說這個是最高機密 通過的版本是最高機密 真的到那一天才出來 所以就告訴你 現在很多人就是綠營把這個 程序不正義的問題把它端上檯面 所以現在呢 等於是用這個 用這個當成個支點 去跟藍營對抗 可是黃國昌不是講嗎 我這個叫做再修正動議 所以所謂程序的這個裡面內容來說 都沒有經過逐條逐條的討論 就是大家完全都不知道 尤其是因為這個法案是牽扯到 國會自己本身的法案的時候 更應該要小心謹慎來處理這些事情 否則你看 現在目前為止 因為這個爭議性非常非常大 尤其是你自己擴拳的時候 你有沒有完全的討論過 然後所有的法條都界定的 不清不楚的狀況之下 當然這明天我認為說 一定會朝野互相開槓 好 候成你是我們這裡面等於說 立法院跑最久的 對立法院的生態最熟悉的 我現在完全搞不懂是 他們昨天比如說 我在立法院的網站上面 有28個版本 今天國民黨跟民眾黨也都講 我都公開啦 我公開透明啊 我都已經公開了 我沒有什麼黑漿 可是最終 他真的討論的版本 並不在立法院網站上的28版本 而是黃國昌跟國民黨 最後那個晚上那個早上 才出來的版本嗎 因為他的版本 每個人的版本南原北側啦 所以呢 他在委員會的時候 他等於整包包裹 全部丟到 丟到 丟到朝野互相去 丟到朝野互相又沒開成 又沒有結論 那最後的狀況是 前一天的時候 國民黨的 就是民眾黨跟國民黨 兩個去版 因為28個版本 南原北側我怎麼表決 所以我要去整合這個版本 以往的話 其實立法院通常是 朝野互相去決定 即便哪些東西大家沒爭議 我們就寫好 要表決的 用哪幾個去表 也會在朝野互相 但是它是前面都沒有 所以呢 國民黨跟民眾黨 那這邊爭議的是 國民黨或是民眾黨 那你今天是 民進黨完全在拖延啊 你民進黨今天在這個 所謂的委員會裡面 你發了 你看那個 四十幾個散會動議 你根本沒有討論 你今天到了這個 所謂的朝野協商 你就是來吵架的啊 我們根本沒有辦法跟你談啊 不是 我覺得說 這個當然有一部分是事實 但是你國民黨回過頭來講 你今天如果你這個版本 是在委員會就整合好 大家是不是在委員會就看過了 我剛剛講 為什麼會變成是 黃國昌跟國民黨版 因為委員會出來的是 28個版本 對不對 沒有這個 然後呢 朝野互相沒開成 最後你們兩個協商完 整合了一個版本 好 那我就照這個版本來表決 問題是 立法院委員會沒有 朝野互相沒有 那立法院怎麼幫你印這個報告 沒辦法印報告 沒辦法印嘛 你們兩個隨便拿上指數 還就是說 這個答案印給大家做表決資料 不可能嘛 所以他的狀況是 開會的當天 國民黨的立委 手上有這一份東西 但是 立法院議事處提供的 還是原本舊的 多案病程的 那一個 28個版本 的一個表 那 國民黨立委手上有 然後他們稍晚 他們也有傳給 國會記者說 你們手上有這個 但是之前 沒有人知道說 你final這個東西 長成什麼樣子 那我今天講 你國民黨如果 今天程序是反過來 你早早把這個東西整合好 在委員會的時候 拿這個東西出來討論 即便民進黨說反對 即便散會動議 大家也看到這個東西 長成什麼樣子嘛 而且我也必須要講 國民黨最後 他們修正出來這個東西 的確比原本的版本好很多 原本 描把描把描把描描 描示國會 所以你第一說前面的28個版本 說得非常的粗糙 根本沒有這個什麼的輕輕 沒有這個一堆一字的邏輯性 最後整合出來 當你覺得比較好 那問題是你 大家就抓你的程序有問題啊 程序有問題嘛 而且講究竟說到現在為止 比如說描示國會 因為還沒表決嘛 民進黨還是覺得說 你描示國會要判刑到底是什麼 但是你看他后来修正出来的东西是什么 比如说你在委员会做委证 那这个他会排一年以下或罚金 那这个就不像原本 因为秒释会很空泛 你说秒释会会你要最后去判刑 那很空泛 那其他的东西他都是用罚金 那罚金的话 因为四至五八五号都已经给你了 这时候就告诉你说 他如果不来如何如何 你可以罚钱 在五八五号 大法官视线已经有了 所以他最后这个版本 其实是相对合理多的 如果你国民党一开始拿出来 是这个版本的话 可能就不会引发那么多争议 可是你在前面的时候 你是漫天叫价落地还钱 喊得乱七八糟 结果到最后你看 你改出来是这样 然后你看在看委员会的时候 大家都说黄国昌是负水组织 对不对 你看最后结果 对不起是国民党听黄国昌的 黄国昌 所以你说这一套戏 我们本来看到 是傅坑琪去拍黄国昌的头 摸头杀 那为什么黄国昌可以接受 搞了半天 是傅坑琪给了黄国昌一个 所谓的空白支票 让黄国昌可以玩这一曲 让我黄国昌可以主导所有的东西 所以搞了半天 傅坑琪其实是个草包 他搞不清楚 他是跟着黄国昌走的 黄国昌让你有一个名声 有一个舞台嘛 你看傅坑附委员带着大家在冲杀 实际上这套东西 其实是黄国昌要的 我讲说 这个慧琪最早喊 喊国会改革是谁 是民众党啊 黄国昌喊完之后傅坑琪加码 喊了一大堆 问题是我讲句实话 以国民党现在的状况 给你这套国会改革东西 你会玩吗 是你需要的吗 他不需要吗 我觉得他根本不需要 因为你现在的东西 就已经玩不够了 他傅坑琪只会表决而已啊 你要这东西干嘛 这东西是黄国昌需要的 黄国昌想要的 只有你国民党立委在那边冲在那边打 是帮黄国昌开路 是黄国昌要的东西啊 我就讲礼拜五那天好了 礼拜五那天的时候 韩国瑜不是讲说 我们开会开到六点 谁反对 黄国昌反对 民众党提案说 我们开到完为止 对不对 到底是 你在告诉我说 到底是傅坑琪是黄国昌的小弟 还是黄国昌是傅坑琪的小弟 你完全看法不一样 其实是这样子啊 因为这东西 从头到尾都是黄国昌要的 傅坑琪只需要一个名 你看我现在带着国民党 冲杀的感觉很棒 问题是 你中间引发了那么多争议 到现在为止很多事情说不清楚 而且讲白了啦 傅坑琪跟黄国昌两个 一个是要斗客户建民 一个是要斗韩国瑜嘛 对不对 你看表决那天傅坑琪 站在韩国瑜旁边 对不对 我是老大 而且你看到 那天 你办了一个临时的朝野协商 你看到傅坑琪对韩国瑜 是我一直在指责你 我一直在攻击你 而且我还帮我指责 攻击韩国瑜的影片 全部把它剪成短片 然后全部 放到深蓝的社团里面 就是我架着你在表决 我管你韩国瑜要不要 对不对 我人数多 我表决下去你给我上去主持 你给我上去消水 不管场面怎么样 我就讲 王洪卫不是丢出了那个 议场后面被包围的影片吗 我就问嘛 你那时候正常来讲 你要去表决 很简单 你要把争议处理好 你要把院长的人身安全处理好 你国民党那时候 只剩下那几个女的 谁 你要去帮 所以你说傅坑琪 根本没有想到这些东西 我觉得你该做的东西 都没有帮他做 你不是一个在尊重院长 你觉得说你就是活该 你就是天津地益 该帮我敲嘴嘛 所以我该帮你做也没有做 所以傅坑琪在利用韩国瑜 我觉得他就是在逗韩国瑜 讲一些实在话 你今天来讲 这一套法案的东西 你国民党自己的社会对话 有没有做 也没有做啊 造成这么大的争议 今天如果不是 陳静惠被中嘉宾弄那一下 你国民党在今天 这个意识冲突上面 你可能还占不到便宜 大家舆论可能 不会站在你这一边